感谢小伦姐我们的灾难就过了 前几天有报纸出来 CDC 细菌控制中心告诉我们 我们打了每一针可以室内聚会 不需要戴口罩 是指那些大家都打过针的 就有一个已经打过疫苗的 那些没有打过疫苗的 他是要带着这个 那今天我们来搞一个非常简单的两个字 但是也是很大的学问 有很大的东西要讲的 我只是讲一方面 好像我这边讲成搞完了以后 我又要在思想下个礼拜是什么讲章 我搞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然后前天 中天 中天 我看见 他们出来一个医师报导 就是心理学家 医学家他们报导压力 就是他们那个医学方面的意见 所以突然想 我也要发表一些 我们传道人圣经里面的意见 所以今天我是要来跟各位分享 如果你们要去讲到 这个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圣经里面有报导很多好人的样子 好人怎么样做法 当然我们信元素人 我们只管圣经说什么 因为圣经已经够完传 好像郭尼流 我第一个人想到郭尼流 他和他一家 非常非常的好人 如果你要看历史 看国家的情形 他是罗马帝国派来的总督官员 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侵略者 你可以这样讲 那侵略者有什么好人呢 那你要看对谁讲的 或者谁讲这个话呢 但是我们是看圣经的记载 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根据圣经里面的道理来评论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他传家虔诚敬畏神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传家虔诚敬畏神 他不单止在仪式上 他常常祷告 还有在行为上 多多帮助穷人 这是最少他比我小孩子 在香港长大的时候 那些邻居他们拜菩萨 信佛教的人好很多 我就奇怪 常常看见世界上的报纸 新闻报道 穷人逃难的时候 还有帮派 我这个脑袋就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明白 为什么他没饭吃 还有还有精力去搞帮派 因为我知道帮派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 你不需要知道 OK 这些都讲到街边的帮派 通常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有这个经历 有这个时间 饭都没得吃了 还有精力 时间 去搞帮派 你也可以说 他们搞帮派 只有抢东西吃 你也可以这样讲 OK 但是呢 我是喜欢那些圣经说 多多去帮助穷人 不是是抢劫 而且不是去抢来的东西去救济 也不是去偷来的东西去救济 是自己努力做工 创造 栽种 耕耘 然后出产出来去救济 不是靠抢 靠抢能用的 我们中国有一阵时间 他们就要替天行道 OK 他们也是要抢那些有钱人的东西 来救济贫穷 这些不算是好的 是要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去帮助穷人 常常祷告神 这是很难得的 如果你要想压力 想沮丧 如果你常想祷告神 那些就会 不单止 没有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还会成为一种 推动启发你的肉体 去努力做工的动力 我打电话 劝认识的人 要不要分享 他们说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 压力是一种力 是一种力量 是一种energy 如果你是力 你就可以拿来做好事 也可以拿来做坏事 问题就是 你的魂 有没有能力分辨 你的魂有没有能力 使用这一种力量 叫你肉体去做好事 理解吗 上了恩典 我现在能够清楚简单分析给你知道 他们好到能够得救吗 这么好的人能够得救吗 不能得救 因为很多时候好人也有很多缺点 他们没有好到能够得救 但是他们好到神愿意差派天使去提醒他 教导他 你要到某个地方去请彼得来 他会教导你怎么样可以得救 他只是好到这个地步 神愿意差派天使去告诉他 你可以到那边去 在海边那里有一个家庭里面 有一位传道人叫做彼得 你要请他来 他就会教你怎么样得救 神不是说你真是好 值得你得救 那你的得救算了 神可以这样做 但是甚至没有这样教导 好了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留这一家 他不单是住就好 传家都好 这个最难得的 所以我看见 特别是上个礼拜 今天我把 今天我终于把它录下来了 上个礼拜一天 我看见小银那里走进来 诺诺跟着后面 清晰安安静静的跟着 对我来说 这是奇观 人家的奇观是要去Arizona 这就是我的奇观 一个小孩子 能够这样乖乖地跟着妈妈走在后面 然后到了位置那里 自己坐安安静坐那里 这是我成愿的一辈子 最喜欢看见的奇观 我就希望我能够把它录下来 所以今天我把它录下来了 希望一百年以后 看他活着的时候 可以看他年轻的时候 到这里我今天早上看见一个 令很多人感动的一件事情 令我更加感动 就是在中国 有一个年轻人 因为中年他背着他妈妈去看风景 他说以前我小的时候 妈妈背我 我现在背着妈妈 现在是我来背妈妈 去外面看风景 我非常感动 我就再看下去 他妈妈八十一岁 我就 八十一岁不能动啊 我现在八十一岁我 如果有人 我现在留意 常常有人在街 在街道上面要打人 所以我常常留意 我现在走路了我都留意 如果有人 我胆敢教练 我一闪一手机出去 就自动的 我这个肉体是训练自动的 不需要想的 我八十一岁还可以这样做 我一闪就到他旁边 他整个就过去 八十一岁算什么 他在躺着我不能动了 所以我太太常常提醒我 你要感谢神的恩典 实在是我很感动 很感谢神的恩典 有一个孩子能够 愿意背着妈妈到外面去 很感动 他上天恩待我八十一岁 还可以这样 我也更加的感动 所以今天有机会跟你分享 一起分享 好人好到什么地步 他好像没有得救 我最佩服的就是 传家都好 这很难得的 很多时候 我们的树大必须有什么 枯枝 就来解释 我们一家人 人这么多 一定有个坏蛋 很可惜 如果一个家 没有个坏蛋 多好 而且呢 这个世界现实是这样 一家有个坏蛋 传家没有平安 这是非常残酷的现实 好像我们看 这样的好人 又得不得救 他追求正义 他讲话有诚信 也有爱心 也常常搞活平的事 还有最难得的 心 清心 清洁的心 清洁的良心 没有干外 没有干外 这种人 难不得救吗 他 连我也常常想 我常常在梦想里面 我们的孔夫子 能够讲这样的道 心里面有正义 家里面就会好 然后社会就有平安 他能够讲这篇道 他应该是一个得救的人 因为他的良心一定是好的 他说圣经 看看圣经怎么说 能打信心的美好的战 而且能够打信心美好的战 上来恩待我 我现在这样传道的方法 就是打信心美好的战 这是史诺保罗自己讲的话 我一辈子决心要打美好的战 而且是为了信心而打仗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问题就是好人为信心打仗 你的信心是什么信心 我本来写这一篇的时候 我给我太太看了 她们 我说要欣赏我的奖章吗 后来我来改了 我这一辈子有十八年 一辈子值得激烈 就是有一个团体 信耶稣的团体 他们开一个神学院 然后有小学有中学 然后我从小学一年级那里 他们从街边捡我去读书 我就在那里长大十八年 这一帮人都是非常好的人 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长大的世界是两个世界 我回到家拜菩萨的世界 吵吵闹闹闹 到了学校的环境我就不想回去了 他们在安安静平平安 他们从来没有听见他们吵架 而且他们宿舍 就在校园的另外一个角落 他们非常非常的好的 他们也是一辈子要打信心的仗 那么他们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呢 他们已经是全世界最好一种人了 如果全世界能够活着 好像我长大的那个校园里面的生活 全世界也没有人打仗 没有人偷东西了 已经够好了 好到这个地步了 他们的小孩子也是非常受规矩 非常勤力读书 因为他们的父亲是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可怜我穷 所以特别是他自己的孩子 叫我为他自己的孩子补习 我就在想你的孩子你自己不会教吗 要找我跟他补习 叫他补习功课 所以我就想可能是他们要间接 帮助我给我一些零用钱 我是这样想 杨教授 他自己的孩子怎么不会教呢 他不是数学老师 他有三个孩子 数学老师三个孩子 他要教我 我是他的学生 他要教我跟他 因为他们比我第一级 第二两级三级 下面 在我下面呢 就要教我 礼拜六 或者放学以后 找一些时间跟他补习 他们打信心的仗 也是打美好信心的仗 就缺了一些 就缺了一些 明是没有造圣经 缺了一些 信耶稣要受死的时候 才得救 就缺了这些东西 所以后来 这是我 我上个礼拜讲过 我一辈子 最伤心的一件事情 其实五十多年前 离开香港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左手抱着一个孩子 在飞机场 要离开的时候 那是我一辈子最伤心 我离开这个宗教组织 是我第一个 一辈子难忘的 伤心的一件事情 他们也是打美好的仗 但是呢 没有完全造圣经 行为也已经非常好了 好像这个史罗保罗 他能不能因为这样得救呢 他也坚守永生的人 也以为我一定得救 遵守神的命令 没有瑕疵 这样的好人 足够得救了吗 大家小心看天底 圣经的解释 这样好的人 去哪里找 全天下找不到了 我相信 但是这种人 能不能因为他们 这么好而得救 除非他们是基督的教会 里面的一位 我讲了好多次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恩待我 一辈子的好处 把我训练出来 上帝恩待我 我离开他们 非常非常的伤心 现在我也很多时候 才奇怪 我怎么能够写的 离开他 这是一个原因 实陆保罗 没有信耶稣 或者信耶稣以后 他都是非常好的人 但是呢 他是基督教会里面的好人 如果他不是基督教会里面的好人 他做不到 他也没有办法 最要紧一下 最现实 他没有机会明白真理 现在我开始发现 我五十多年前来美国的时候 我有福气 在Texas 德州那边 碰见以前的老传道人 我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八十多岁 有些已经九十岁 你要记得 他们传道的时间 五十年前 九十岁是一百四十年前 OK 我弟兄对不对啊 一百四十年前 他们每一次讲到三个小时 没有人睡觉的 基督教会是这样发展的 基督教会是这样兴旺的 基督教会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这个社会 没有人醉酒 没有人心晕 没有人偷东西 所以我有机会在那里生活三年多 我就不要走了 我买了一块建筑地 预备在那里起房子 然后永远住在那边 后来他那区 发展四区 所以那块地长得好快 我卖掉 然后我卖掉 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把那块卖掉 除非他们是基督教会的人 现在我发现 好多美国基督教会的人 也没有发现圣经里面的真理 因为连他们的英文圣经 你上个礼拜已经看见 再一次听见 又看福音十章二十七二十八节 特别是十章二十七 那个声音 耶稣说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又看福音第十章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都有voice voice 就是这个原文字 但是来到二十七节 这里他前面有个the 所以我查这里我还记得 六百六十一 那一边 五千四百五十六 个字 号码 这个thevoice 是耶稣的一套 行为归群 上的N代 我知道 他们还没有发现 还有一样最要紧的一百五十年前 那些老传道人非常好的 但是他们还没有发现 六百福音 八章三十一节 所有英文圣经都改掉了 他们没有发现 所以有时候我的梦想是 如果我活在一百五十年前 这也是一百五十年前 印发出来的这一本字典 我还会发现 提多书三章十到十一节 如果一百五十年前 那些传道人知道这几些圣经 整个美国 到处都是基督的教会 因为我五十多年前在香港的时候 所有信联书 他们说信联书的人 所以后来我学到圣经的真理 我回去跟我十八年长大的地方 跟他们研究圣经 他们突然间怕起来 那很多跟我年轻差不多的人 一听见我发现这些圣经真理 特别是名正言顺 在我中国人当中 所以我四年三年多四年 只有五百多六百人受刑 所以你现在也知道 我年长了两个孩子 他们长大那一点 在香港的时间 很少看见我的面 因为我一早就出去了 他们还没有醒 我很晚才回来 他们已经睡着睡着了 所以我们见面的时间很少 因为好多地方 有很多人要研究圣经 还有很多中派人要挑战 所以我工作非常忙 非常忙 因为很多人愿意 按照圣经来信员 所以我来到美国非常是晚 四十五年前 现在讲四十六了 来到这里 我从Texus 上海南来到这里 我一看见人 就好像在Appling Texas 那个时间 我那里几三年都习惯了 看见人家 哈啰 你好吗 然后我第一个基础就是 你有没有信耶稣 所以我在街道上 碰见的人 最少百分八十 都说他们信耶稣的 那我就说 那机会来了 这一次 我两三年就搞定了 我在Flushing 我是预备在这个情况之下 百分的八十人说他们都以为他们是信耶稣的 所以我以为我最多是两三年 这里最少有五百人 五百人里面我可以拣选一些人做长老 然后我可以到Torrento上面去 两三年然后我可以到Vancouver 两三年然后到Saint Francisco 我想好了一个Train 让我回去Appling Texas退休 被里面了 四十六年前我还在这里 所以美国是这样的 这些都是好人 我碰见那些都是好得救吗 不得救 又汉福音八章三十一节 耶稣说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如果常常遵守的道 就生是我的门徒 意思是你就真得救了 你们就必晓得真理 三十二节就把他们打到第一去了 你们必晓得真理 他们没有发现这个真理 特别是提多书 三章十到十一节 中派的人是头脑有病 思想颠倒 犯了罪 定了四节罪 如果一百五十年前 在美国这里 发现这个真理 告诉他们 一个教委 整个教委 整个教委 都把它改成基督的教委 好坏的 可惜 他们没有发现 这本这里已经有了 所以这些好人得不得救 我不评论 你要望上帝 照着圣经 照着圣经的数学道理来说 逻辑来说 是不得救 因为耶稣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就被晓得真理 他们还没有晓得真理 我是数学头脑 头脑是这样讲的 他们没有晓得真理 最少这个真理没有晓得 还有提多书 三章第十到十一节 他们没有晓得 还有最简单的 现在报纸上面报道 灵魂灵魂灵魂 他们零个魂都没有搞清楚 OK 这是现实的问题 全世界很可怜 灵魂都搞不清楚 所以除非他们是基督教委 因为他们在基督教里面 他们得到救恩 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好 那么这样的人 他们信使徒保罗讲的 非常精彩 他们希伯来人 我也是 他们是以色人 我也是 他们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也是 精彩在这里 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吗 我更是 我比他们更多受老土 更多下降监牢 鞭打是重的 冒死了一次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减益次 非常精彩记性 你知道为什么四十减益呢 因为他们守摩西律法 你鞭打人不能超过四十 所以他们就 极限就是三十九 他讲现在多口误啊 他们要打他 打他用极限 摩西律法说不可以打四十 所以他打四十减一下 你不要 你不要 这是我的方法 我不要 他们严格遵守 打人的时候 他们严格遵守摩西律法 口误就口误在这里 这些人得不得救 你问上帝 我的天父决定 我只是讲圣经里的道 被棍打生刺 石头打死过一次 他们以为他死了 把他丢在外面 然后他醒过来 玉座传坏了三次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屡次行远路 遭江湖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同族也要害他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还有假弟兄的危险 在家屋里面 也有人要害他 上来恩待我 从我开始传道 在香港 再来到这边 在上海的 在这边什么地方 教会里面没有人敢害我 又会叫他 你应该沐缝吧 我会有第六感觉 这个人有问题 我找他来谈 你敢不敢 不敢 沐缝 如果你听不懂 沐缝是什么意思 你不需要懂 受劳碌 困苦 多次不得睡 基于基于磕 多次不得死 受寒 寒凉 尸身肉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教 仲教 为挂心的事 天天 压在我身上 多么好 多么好的人 那这个压力就在这里了 这是我下一篇的讲章 这里 压在我身上 为传福音 为传福音 受这么的苦 这样的好人 得救吗 他不得救 他必须 成为基督教委里面 他必须在基督教委里面 因为我看得很清楚 我常常说 我就希望传天下 特别是那个英文的 哥林比亚的 Prixton的那些神学院的教授 来搞我 很可惜 上帝没有把我搞出名 如果我出名 他们来 瞻我一下 立刻又出名 赚大钱 他们一定来 我看死他们也是这样 现在这是因为我极其无名 OK 但是呢 我讲的是真理 他们没有发辩 他必须是基督教委里面的一个 那这样的人呢 弟兄们 你们要一同笑话我 也当留意 看那些照我榜样行的人 因为许多人 行事是什么 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外面很多 非常非常好的人 但是其实 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 两千年前 耶稣已经讲过了 你们为什么 称我为主 主啊 却不听我的话 不遵行我的话呢 那是路加六章四十六节 他们的结局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赌妇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以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那这句话有好多人要求 不能得救 专以地上为念 所以你要小心 神的恩态我 神的恩态我 我自从做了传道 我专心以教会 天国的事为念 OK 好像感谢神的恩态 今天早上我们改早一个小时 你知道为什么改早一个小时呢 加重我们的压力 这是压力 这是压力利用的好办法 是美国才有的 不快一个小时 什么意思 就是压力 必须你明天早一个小时起来工作 不然的话 全世界压力最大的工人 是什么地方的人 美国这里的人 工作 美国工人 压力是最大的 你知道为什么 几年前了 现在我不知道 美国的人口 是中国的零头 我们叫零头 1.4 billion 美国不够.4 billion 但是呢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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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呢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美国是中国的四倍 你一讲 一讲 你就立刻知道 美国的工人压力是多大 这些压力 增加这么多的产物 你解吗 非常有功效 非常好用 绝对不要把压力成为我们健康的负担 这个是我们下个礼拜 这个 不要专与地上的事为念 你专与地上的事为念 你的压力 会成为你的灾难 你可能会到八十一岁的时候 要儿子背着你去看 去外面 如果我八十一岁了 要孩子来背我 孩子在哪里 OK 上的恩典 我们就是天上的果明 在基督教里面 可以讲这句话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降临 按照能教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相似 我一辈子信耶稣 一开始我就想像这样 将来我要得到这个复活的身体 我要到什么地方立刻就到 而且同时立刻显向 而且不会生病的 不需要打防御针 请记得 只有基督教里面的人 能够得救 重复一次 不管你多好 你不能得救 你必须要在基督教里面 如果你不在基督教里面 没有人能够得救 这样的好人能得救吗 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 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 在我们父神面前 心里坚固成为圣洁 五口指责 这四个字 拿就拿在这里 五口指责 有时候 有时候我还在想 一个人好到这个地步 还有的指责 还有的指责 不管你以为你多好 或者人家说你多好 他是有的指责 OK 但是你需要得救 你必须在父神面前 五口指责 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死里面传人成圣 传人成圣 谁能够做 又愿你们的这些 全世界他们没有人 没有人留意的 我到什么圈去讲 这些圣经都没有人留意的 他们都是很新鲜 第四经见 又愿你们的离玉魂 与生子 有两个与子 你不能凑 在我们 主耶稣基督教你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完全无可指责 你可以得救 你千万不要到我这里来 我会找到你一个地方 会有的指责 他也必须 兼顾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五口指责 都是五口指责 他英文很容易 都是这个字 因为英文的变化很少 都是blameless,blameless,blameless 都是只有一个字 所以你当然会英文的很枯燥 会中文出去多一点 幽默的机会也多一点 讨人喜欢的也多一点 你们要完全像我们做天上的天赋 完全一样 谁做得到? 没有人做得到 人都知道以上这些 没有人能够做得到 所以除了你成为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 藏在耶稣里面 今天早上我好像看见 有人 做公车还是什么交通工具 交通 他因为没有会做 他把他五岁的孩子 藏在他的行李袋里面 有没有看见 在行李袋里面 然后就上去了,ok 我是举这个例子 我们在耶稣里面 藏在耶稣里面 然后耶稣进去的时候 我们进去 是这样去的 所以很清楚的 弟兄们 我们既然用耶稣的血对 坦然进入至圣所 就是神所在的地方 是接着他给我们 是神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火的 那路 曼子 这个曼子 就是他的身体 基督教 神 道成肉身 成为耶稣 信你了 基督教 你在这里面 你可以到父神那里去 不是靠你好 也不是说你不需要做好的 乃是圣经说你做好的 好到这个地步 也不是说 那我们放弃算了 ok 也不能这样说 因为你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有基督的教会里面的规矩 清楚吗 现在我现在比较解释 那不完全 不知道基督的教会 不知道基督的教会 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 这种人呢 一定不信耶稣的 所以不需要做了 这是神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火的道路 得救的道路 不是靠你做好的 你要做到没有瑕疵 你要做到无可指责 是死的时候 我们说是死的时候 见在神面前 那个时候没有无可指责 也没有办法 所以必须要藏在耶稣里面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这个你们已经死了 然后你们的生命 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是这里 你们的生命 你们的生命 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是这样的得救的 这些是什么 invisible 看不见的 只能够想象 但是很多invisible 看不见的 他必须把它变成看见 看见 看见的是什么 基督的教会 看见了 你再不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你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恭喜 没有他们那么好 ok 我也必须这样说 我长大的那个 18年长大的环境里面的老师 校长 副校长 所有的老师 都非常好 比我好很多 他们耐心也比我多好多 因为我皮到有一次 校长 因为两只大狗 因为晚上的时候 守住这个校长 我去惹他们 惹到他跳出来咬我 皮到这一步 我这里还有咬了一个洞 我后来好了 一辈子都带着那个伤趴 在我的后腿后那边 他们这么有耐心 没有把我炒掉丢掉 忍耐我 非常非常好 但是你不能 因为你这样好 你能够得救 你必须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 愿神赐福保守 好好的活 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们感谢他们 有没有机会发现这个圣经的教会